嘿 我是MV大熊Muchbear 你訂閱我了嗎? 還沒訂閱的話 還不快點去訂閱我喔 訂閱鈕在下面 幫我訂閱一下喔 今天要拍下的東西呢 是這個 好客 然後還有一些 丟蛋 那我們開始吧 HELLO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就是浩克還有四顆扭蛋 這四顆扭蛋呢 是一組的喔 那我怎麼會有浩克加入今天呢 因為啊 這個浩克等我開箱完以後呢 就要給我朋友的兒子玩啦 那我們首先來開這隻浩克吧 這隻浩克把它拆出來了 這隻浩克超級重的 它也非常有重量感 跟之前那隻浦屋 壞浦屋一樣 真的非常有重量感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可動吧 Sophie的可動 一般般 喔它是可以軟動 然後可以分開的 哇 腳的話就可惜了 它的腳不能夠 它的腳只能夠直的 哇 這個腳就超級可惜耶 哇 頭的關節是做成可以這樣軟動的 所以還不錯 頭標呢 就好像不是這麼 丟了 這個是美系的玩具 那這個東西其實它不貴 大概五百塊 大概 大概五百塊左右 嗯 看是賣商賣 或者是網拍都有在賣 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個呢 因為它是做給 應該是主要是主打做給小朋友玩的 所以呢它的可動 或許沒有我常買的那些模型的可動度這麼高 可是呢 它的好處是 像這種關節處啊 在這種的轉輪 以及 就是這一種 就是一字性一樣的轉輪 這種類型的轉輪 都是比較耐玩 我覺得給小朋友玩 是非常好的 因為 這種轉的呢 屬於比較不容易斷掉的轉輪 因為它沒有做那種多方 多方旋轉 就是 有些關節呢 就是模型關節 它是做成 裡面的關節 以臉刁呢 或許這隻臉刁沒有這麼優 可是 美系的玩具來說 這次的臉刁算是做得不錯的 我很少在收美系的啦 不過 有些美系的臉刁會有點 臉刁會有點 嗯 崩壞 細節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六塊錢 六塊還八塊 六塊吧 一二四六 六塊肌的部分呢 做得非常好 它的身材也是非常凹凸有質 肌肉呢 手臂的肌肉也做得非常棒 背後也是很OK的 而且它的 衣服的雕刻啊 也都還蠻深的 上色呢 也沒有太過於馬虎 除了有些地方的顏色 可能稍微淡了一點 像它衣服上面 臨口這邊的上色呢 都是非常OK的 這些地方上色都是非常好的 然後呢 這一隻另外還有送了一個 跟這一次的 護仇者聯盟相滿寶石的手套 這個手套呢 做得還蠻不錯的 可是 顏色有點可惜啦 呵呵呵 不過 整體感好像還OK 其實這一隻呢 是買來給其他模型使用的 這個山路士的手套 我現在裝在不同手 因為 另外這一隻手呢 因為它的手指頭呢 我現在不太想要 把手的TY零件換出來 所以呢 就先用這隻手來做 做套用給大家看 它呢 它的大小呢 因為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說 薩諾斯的手套 到時候讓它換成全頭 戴上去的話 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今天接下來的東西呢 就是 扭蛋啦 剛剛那個浩克其實只是 突然亂入的 因為要把 那個浩克 送給朋友的兒子 因為如果說 我不快點把它打開呢 到時候如果送給朋友的兒子的話 這一次就不能夠開箱了 這個扭蛋啊 是因為 它的那個 扭蛋機的機台上面 寫著呢 1比12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它應該是可以拿來 給人偶做的 1比12的 SHF啊 或者是Figma 或者是黏土人 給他們做的 所以就買下來了 那我們第一個打開的呢 是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 拳杖 皇冠 還有一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呵呵呵 它還有一張 紅色的襯子 這好像是一個 壁壇還是什麼 還有箱子 這個箱子有點似曾相似 看起來像之前那個 寶藏系列設計的箱子 跟 這樣拿著 好像也還不錯 連土人袋的話 實在蠻可愛的 可是沒有 沒有固定性 所以就會掉了 呵呵呵 我們往下一顆扭蛋開吧 這顆呢 是金色的椅子 我原本超期待它的 可是剛剛 我稍微 從裡面看進去以後 發現 它的顏色有點 微妙 沒有拿 終於把它給完成了 煮好了 磨了好久喔 記得大家在組裝的時候要看一下說明書喔 我沒有看說明書 我平印象把它組成 好難喔 天啊 這組超久 可是 怎麼 怎麼有辦法想得到 這樣子一顆東西 就有辦法組成 這麼漂亮的大一隻 雖然這個顏色 說實在的有點微妙 因為 嗯 或許鏡頭拍起來 不知道會不會金金的 不過 這個顏色 黃的有點 我覺得這個黃 或許還比較好看一點 黏土人的黃 還比較好看一點 這黃有點怪怪的 呵呵呵 那我們就先來讓它做做看吧 好像是可以做得上去 可是呢 只能夠讓它做出這種 小腳很小掰的姿勢了 要不然它的腳這邊 因為它腳 人的腳是長的嘛 這個椅子的腳 有點太短了 做得不夠高 所以就會變得 腳會往前延伸很多 這一點超可惜的 要不然這個 扭蛋的完成度超高的 那我們就讓它做到後面去吧 繼續來拆我們其他的扭蛋 這一顆 黑色的 組合起來了 這個黑色呢 它這裡有哭魯陀雕刻 它上面還有惡魔的腳 這應該是邪惡一方反派的衣服吧 好帥喔 有點像惡魔城堡裡面的感覺 這個不錯耶 質感超好的 哇賽 這隻黑白的SHF 這個黑色椅子超好看 它因為它後腦少太大了 所以會頂到這個椅背 好可惜喔 晚一點 我們再來試試看其他方法 來讓它做吧 我們繼續來組最後一顆 它呢 這個椅子的 它的細節部分呢 是跟金色的那一張是一樣 就是上面是有點叫黃的感覺 這應該是叫黃 蘑菇王在做的椅子 那這個顏色呢 真的比金色這個有質感太多了 看一看下來吧 我們看 比這個真的是好太多了對不對 這個 這個顏色不太對勁 這個 古銅色呢 古銅金呢 看起來真的耗太多了 推薦呢 大家如果要轉的話呢 魯魯亥以這個為目標 或是黑色的吧 黑色的魔王 超酷的啦 出擊了黑色 加上這個古銅金 真的是 超棒 那我們來試試看 其他東西就是 讓這支黏土耳 可以做得下吧 登登 看到這張椅子了嗎 小巧可愛 精美的椅子 其實 我有多年喔 然後把它組好了以後 我就試著說 要怎麼把它給拆成 可以讓你不能坐上去 因為這個呢 跑後面呢 會點到 那我就把 中間這一層呢 下面這個 最下面這一層 應該要平衡 這樣 下面這一層呢 把它給拆掉了 拆掉以後呢 就是 可是這個還是其實 很容易掉 那 雖然很容易掉 不過 就暫時先這樣吧 讓它可以做得上去 喔 看這樣就可以完美的 湊上去了 十八拉西 太完美了吧 而且 手還可以直接靠在這個 骷髏頭上 喔 超棒的啊 如果看起來更邪氣一點 黏土人的話 這個也太棒了吧 哇 黏土啊 超搭的 這邊還會有一點支撐 把它的頭給頂 讓它不會說 很容易前倒或後倒 將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球 超難拿 就讓它放在上面吧 拳杖 黃冠 比較黑色的椅子 應該是要用這個椅子 來做會比較好 可是其實我比較愛的是 黑色的這個椅子 這樣子就有 國王與邪惡的反派 與其同托的感覺啦 太酷了 太酷了 這個椅子 超適合去扭的喔 不管是扭一個椅子 或兩個椅子 超值得收的 誰知道這麼小小一個扭蛋 可以打開來弄成這麼棒的椅子 太棒了吧 這個扭蛋一百塊 太高級了吧 雖然後面有點 沒有什麼細節 可是正面的完成度真的是 一百分而已啦 至於這個 箱子跟權杖呢 如果是拿來做椅子 搭配的話 真的是非常好 就很討喜 小小的 很可愛 放在房間裡面 如果沒有人偶的話 把它這樣放著 像是國王外初衷的感覺 也是不錯的 這樣子 椅子的Fu 也還不錯 那今天開箱的 椅子系列 以及浩克 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在下面 幫我訂閱訂閱訂閱一下喔 訂閱以及按讚 還有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